民进党花莲县长参选人古拉斯 特别在成品饭店宣告六师 包括了建筑师、会计师、律师、医师、中医师 和牙医师的后援会正式的成立 立委邱太元特别担任了总会长 而室内装修商业同业工会也到场立体 古拉斯表示六师首度到花莲组织动员 理想不减串联改变花莲的力量正在蔓延 六师包含建筑师、会计师、律师、医师、中医师及牙医师等代表 11日下午在成品饭店齐聚 现身为民进党花莲县长参选人Colace Yotaka站台 组织动员宣告Colace花莲六师后援会正式成立 超过50人到场立挺 后援会总会长立委邱太元率领高呼荣耀花莲口号 包含室内设计装修商业同业工会 台湾省市装工会及花莲县市装工会也到场支持 台上的候选人都是年轻的领备 可不可以请大家为年轻的他们再鼓励掌声 Colace随后带领荣耀花莲队各公职参选人上台 感谢六师后援会 从花莲的南区最有最远的副林 一路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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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的秀林 我们还没握握 因为我们还乐观 我们还有七十几年可以继续握握握 在这一讲一个奋斗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见人民看我们的眼神不太 跟过去我们普选的时候不一样 表情不一样 尸体也不太一样 而且今年我们看见了花莲的县民 想要改变的一种冲动 我们其实就是继续打下去 而且在最后的这段时间 因为今天各位的加入 让今年的花莲的选举真的很不一样 过去的六师从来不曾在花莲团队行动 组织动能过 但我相信在今天之后 大家各自回到各自的专业 我们的团体 我们的协会 请拜托帮我们今年 依然还传承着我们的前辈的理想 干净的 毫无悬念的 纯洁的 继续想在花莲打拼的 为下一代 创造一个新的生存的机会的 我们这一群人 请大家为我们努力支持大票 感谢大家 邱太元表示 六师会在各领域推动 一起改变花莲 建筑师工会总召集人刘国龙则提到 Kolax返商参选县长 就是荣耀花莲的第一步 Kolax表示 六师过去不曾到花莲组织动员 近两个月请走基层 发现串联的力量正在民间蔓延 献民的举手投足 透露出改变的契机 期盼有更多人愿意站出来 用行动和选票 实践改变花莲的理念 记者长帮燕子安箱报导 发现串通知词戏超普通知识 2008 发现串联的契机 发现串联的艺魄3